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月27号 中央追逃办在成立五周年之际公布了我国追逃追赃的最新数据 据统计 2014年至2019年5月 全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5974人 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425人 追回赃款142.48亿元 百名红通人员已有58名归案 在重点案件方面 多名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不断归案 追逃 防逃 追赃 一体推进 我国追逃 追赃的战略战术更加娴熟 初步形成不敢逃 不能逃的机制和氛围 同时 我国和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 建立了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 通过劝返 遣返 异地追诉 联合办案等多种方式 开展追逃 追赃 有效开辟了反腐败国际战场 6月22日 安徽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 然而 在开考一小时内 多个科目的部分试卷以及答案 已经出现在了网上 在今年的安徽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前 有人发现 在网上有QQ群公开叫卖试卷和答案 价格在30元到70元不等 还有部分答案群不收费 但进群去邀请好友1到15人 此外 还有人在网络上免费实时发布 部分考试试卷及答案 有考生向记者证实 网传试卷是真实试卷 6月26日 安徽省教科院回应称 以在第一时间上报并核查处理该事件 会考的试卷到底是谁泄露的 又是怎么流传到网上的呢 事情还在进一步的核查中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这件事情被曝光以后 很多网友对这种情况不以为意 有网友就说了 又不是中考高考普通考试很正常 还有网友说 会考一直都这样 又不影响高考 事实上学业水平考试 是关系教育公平公正的一项国家教育考试 该考试的试题在起封并使用完毕前为国家机密集 而泄露考题的行为涉嫌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 国家秘密罪一旦被发现存在泄露考题的行为 后果十分严重 会考关系到能否拿到高中毕业证 而高考更是和不少人的前途息息相关 近日全国多地陆续公布 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在分数公布之后 很多地方就进入了填报志愿和录取阶段 这时候一定要警惕各种招生骗局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几类诈骗方式 您可一定要注意了 骗局一 有内部招生指标可以通过交钱换取 实际上正规的招生录取 不会产生任何的费用 骗局二 交费可以修改高考成绩 成绩公布后 对自己成绩有意义的考生 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复查试卷 但直接修改成绩 这绝对不可能 骗局三 交钱就能上大学 很多时候交了高额的录取费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发现 根本不是普通高等教育的本科 而是成人教育 骗局四 是可以帮助提前录取 其实提前批次录取 主要是针对军事 国防 艺术类院校的考生 录取工作全部实行 异地远程网上录取 不受任何人为因素的影响 那骗局五 打时间差 伪造录取通知书 高考招生录取 有非常规范的程序 切莫因求快将考生的 所有信息提供给任何人 考生的投档 录取等环节 应通过官网查询 骗局六就是称 自主招生 交钱即可上军校 事实上军校招生 与其他地方高校的招生 一样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定 也没有内部招生名额的说法 高考对不少人来说 是人生的转折点 千万不要轻信骗局 耽误了报考 来看下一件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不少大病患者 开始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等 向社会求助 但是有人却通过伪造病例 在网络平台发起筹款 去年年底开始 一名28岁的男子 自称患有白血病 并且家庭困难 向某网络平台提供病例 住院证 医院收费明细等材料后 发起筹款 在筹款过程中 网络平台接到举报 该男子的筹款信息涉嫌造假 举报之后 我们就迅速地把这个举报信息 还进行了共享 然后第一时间把它拉入 这个黑名单 冻结了他的这个求助款项 接到举报信息后 多家网络平台迅速启动 由明政部指导成立的 个人求助互联网平台 自律机制 经过核查后发现 叶某同时在多家平台 发起了筹款 除了白血病 他还以肺癌心血管流为由 在其他平台筹款 叶某是在去年的这个10月份 迁后发起过两次筹款 也是以肺癌的形式 去进行筹款 但是第二次呢 在我们平台就没有发起成功 在出审的时候呢 就被拦截去当地寿宁县的 这个提供证断证明材料 这个医院去进行了核实 他的这个病情描述 与实际的这个证断材料 并不符合 工作人员立即跟叶某 进行了视频核实 视频显示叶某当时 正在福建当地的一家医院住院 在这个视频的过程中 他包括去他自己的病房啊 床位啊 包括他自己查寻 这个医院的终端系统啊 给我们看他的这个花费的情况 这些都是真实的 他自己也无法造假 然后我们跟医院工作人员合适呢 他也确实在这个医院治疗 这段视频中 叶某虽然确实是在 医院血液科进行治疗 并且做了诊断白血病的 骨川检查 但是医院工作人员合适后发现 因叶某向医生口述自己患有白血病 医院安排做了骨川检查 检查的结果 已经排除了白血病的协议 当然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 做了一些这种PS 可能有的医院 他其实是 并不是说是白血病 可能是今天白血病一个问号 然后他就把这个问号给处理掉了 经过网络筹款 自律公约成员单位核查发现 去年年底以来 叶某通过修改病例 伪造病例等手段 在多家平台多次发起网络筹款 其中2018年10月 以患肺癌的名义筹款 8910元 2018年11月 以白血病的名义筹集 14905元 2018年12月 以白血病的名义筹集 4310元 这样他就构成了刑法上的诈骗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如果说达到刘队的金额 那公安机关是要以诈骗罪来定罪处罚 目前所有的捐助款 已经原路返还给捐赠人 经公安部门调查 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多次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涉嫌诈骗罪 记者调查发现 由于个人通过网络平台 发起筹款相对便捷 近年来这种方式呈现出 快速增长的态势 据不完全统计 近2018年通过各大网络平台 个人求助的金额 就达到了200亿元 但是由于这种筹款 并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 目前还难以做到有效的监管 在某网络筹款平台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 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求助信息 虽然平台要求求助者 提供个人病例财产等信息 但是工作人员筛查发现 依然有人通过虚假信息 进行筹款 我们现在每天审核的量 大概在3000左右 那不诚信的主要是在资产方面 或者是他对病情 有这种夸大的行为 根据相关规定 个人求助信息的真实性 由求助人自己负责 而由于个人求助的数量庞大 虽然各大网络平台都加大了信息审查力度 但是由于目前财产 病例等信息并没有联网 因此对于个人求助信息的审查 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对于平台而言 平台仅仅能够做到形式上的监管 信息的真实性的甄别 由捐赠人自己来进行甄别 专家指出 虽然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 但是个人求助方面的一些不诚信行为 会伤害公众的爱心 建议网络平台积极引导个人求助 与慈善组织进行对接 从而将个人求助行为 纳入慈善法监管的范畴 平台还可以做一个工作 就是有需地引导个人求助 来对接慈善组织 因为慈善组织来进行某个慈善项目的时候 会有严格的监管 严格的信息披露 这样能够使善款能够真正地落到实处 诈捐 骗捐的事件屡屡发生 刚刚短片中的这位副会长也说 平台仅仅能够做到形式上的监管 信息的真实性 却要由捐赠人自己来进行甄别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央广评论员白宇 来尔您好 您对此怎么看 其实我们说如果捐赠人 自己要到网上面去识别 发起捐助的这些信息是否真实 的的确确是存在着不小的难度 那么现在我们说到这些众筹的平台 它的出现确实实是给这些慈善需求 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 但是解决问题并不等于 可以去除掉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那么我们说这些众筹平台 那么都是由这些网络平台 你自己来搭建的 规则也是由你来制定的 那么眼球你吸引到了 虽然有的平台它并不收取管理的费用 但是粉丝和流量经济可能是它幕后的 一些动力 那么等等原因 聚拢在这一起的时候 当有一些骗捐的事件在你的平台上 发生了的时候 你却说对不起 我可能没有能力来进行监管和审核 显然我觉得这是说不过去的 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些案例 是我们被公众发现的 被司法和侦察机关 已经进入到受理的范畴之内的 但是可能还有一些 并没有被公众发现 它的数额比较小 依然在平台上面发展成了 这样的一些众筹 并且它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违法的收入 只是捐赠人都不太清楚 那么平台也没有审核到 那么这类的现象 是不是依然存在呢 所以我们讲 要想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是要让恶小把它围堵住 不能够让恶小变成恶大 这个时候我觉得平台 必须要尽到相应的审查的义务 和核实的义务 我觉得是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要问清楚病从哪来 第一 病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你本人的 你的财产证明是不是真实的 这样是进到一个审查的责任 那么第二个就是钱往哪去 得到捐助的这些钱款 最终流向的哪 是要有一个清晰的 一个事后的一个跟踪的 那么第三呢 我是觉得是需要通过技术的升级 以及责任的分担 能够保障我们的所有的这种捐赠 都是真实的 比如像刚才专家也提到的 可以和公益组织来进行对接 或者说可以在一定范畴之内 来对接这种个人的信息的资源 当然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 比如说类似于联盟这样的行制 各家的众筹平台 一旦在一家平台上出现了 一个诈捐或者骗捐的行为人的时候 那是要把它列入黑名单的 这些黑名单在后台实名的基础之上 是要能够共享到的 不仅仅让它在这家平台上边 以后可能没有它继续这种 骗取资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么在其他平台上边 也要把它列入一个黑名单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法律 从道德多个方面要加以约束 好 谢谢 谢谢白玉老师 下面我们来关注偷拍的话题 前不久 广东深圳一商场门店事宜间内 发生了针孔摄像机偷拍事件 随后涉案男子被警方抓获 6月15号下午 钟女士在龙华区星河 ICO购物中心的优衣库门店 试衣服时 发现试衣间内 藏有一枚钮扣大小的偷拍设备 就是一个线盒 大概30公分左右长 然后就包含了有那个 针孔摄像头 还有有内存卡 有那个电源 中女士立即找到该店店长 店长表示 摄像头并非该店安装 并与中女士一起报警 据深圳龙华警方通报 安装偷拍设备的邓某某 19号早晨被警方抓获 28岁的邓某某 在某科技公司工作 被抓后 对其利用针孔摄像装备 实施偷拍的行为 供认不讳 据了解 邓某某承认 自己有偷窥的癖好 为了寻求刺激 从网上购买了一套装备 并将摄像头 安装在试衣间内 随后将部分视频 保存到了自己手机上 经检查 未发现偷拍视频外泄 目前邓某某因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但有人认为 这一处罚过轻 不能对此类行为 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就是如果是10天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 这个事情好像不是很严重 这个事情其实挺严重的 这样子的话 你会不会太过于轻判了 那你们都觉得之后 会不会有人在发生 会同样的事情 对此律师表示 根据警方目前公布的结果 对邓某某做出的处罚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目前公安机关对他的处罚 是依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42条的规定 偷窥 偷拍 窃听 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 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 除5日以下拘留 或5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 除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 并可除500元以下的罚款 目前这个决定 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中 最严厉的处罚 其实针孔摄像头偷拍事件 已经不止一次的发生了 据统计 偷拍的主要场所包括 酒店客房 服装店的试衣间 公共卫生间 出租屋 民宿 地铁 公交车 电梯 这些地方 其中酒店客房和服装店的试衣间 正是偷拍的重灾区 而偷拍的主要针对的人群 是女性以及情侣 那么这种偷拍的仪器 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了解一下 屏幕上的这些物品当中 都有可能隐藏这个 针孔摄像头 这些偷拍设备 比如说电风扇 空调 甚至包括烟灰缸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这些眼镜 剃须刀 包括蓝牙 音箱等等 那么这些物品 都可能安装偷拍仪器 可以说是偷拍防不胜防 那根据邓某某的交代 他用来偷拍的设备 是从网上买的 那类似的设备 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获得呢 记者在购物网站搜索发现 输入偷拍设备 针孔摄像设备等关键词后 无法搜索到相关商品 但以微型摄像机 隐形摄像机等 作为关键词搜索时 立即出现包含高清 隐形 迷你监控摄像头等 字样的商品 而且价格仅需100多元 律师表示 用来偷拍的微型摄像头 属于严格管制产品 非法生产销售这类产品 属于违法行为 我们国家法律是明文 禁止非法制造 使用偷拍器材的 这一类的器材 它的购买 它的生产销售使用 都必须经过 严格的审批程序 符合法定的身份 比如我们国安局 公安局 要经过特定的 批准手续之后 为了技术侦查 需要才能够使用 一方面 生产销售微型摄像头的行为 被明确界定为非法 但另一方面 这些设备 却仍在网上大肆销售 对于这一类 非法生产销售使用 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的行为 我们对它的监管 应当是一个常效 日常性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 我们还应当 加强宣传 让普通的公众和网民 也明白 我们即便去使用 去购买 使用这一类专用器材 也可能涉嫌违法 其实偷拍事件发生以后 网上很快出现了 大量的防偷拍 或者反偷拍的攻略 但有人疑惑 自己注意了 偷拍真的就能够杜绝了吗 偷拍到底该如何根治呢 下面我们再次来联系 杨广评论员白宇 白老师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 除了在个人层面 我们要加强防范以外 更为重要的 应该是在源头来加强管理 但是加强管理的 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我们的惩罚的力度 包括使用者的 违法使用者的违法成本 是要进一步地提高的 其实我们知道 刑法当中 关于非法使用 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 它是专门有这个罪行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是要造成严重的后果 是可以处于 两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 但是何为造成严重的后果 可能还需要 进一步地细化和完善 在标准方面 那么另外 其实我们说 现在不管是生产 还是销售的环节 显然还有很多 急待加强监管的地方 但问题就在于 生产环节 该由谁来监管呢 在销售环节 可能你打开一个网站 或者是一个 所谓的朋友圈 一个群 都可以买到 那么在销售环节 又应该如何加强监管 所以我是觉得 除了这个个人层面 加以防范以外 那么厘清各方的监管责任 加强整个流通领域的监管 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源所在 主持人 好的 谢谢 谢谢白玉老师 在这里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继续热线关注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 严令禁止向未成年人 出售研究 但是仍有不少商店 在私下兜售 对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亮出了公益诉讼之间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所拍摄的调查画面 从今年4月开始 历经一个月的时间 海淀区检察院 对辖区内的30所中小学周边的 近100家烟酒经营场所 进行了调查走访 平时不把这个烟摆在明面上 但等学生快到放学的时间 我就把这个烟拿出来 供学生进行买卖 海淀区检察院 在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情况 开展未成年人犯罪和被害预防 等相关工作中发现 香烟在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 有着重要的作用 男女都占有一定的比例 那么他们在烟的过程中 可能会商量一些 比如说今晚月不月假呀 我们晚上去干点什么呀 回不回家呀 这样一种情况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等相关法律 严令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海淀区检察院在调查后决定 对相关行政机关 发出检查建议 未成年人他很容易的 就买到烟买到酒 那就也就意味着 我们法律规定的禁止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 这样的法律 其实他没有落地 所以就启动了公益诉讼 因此我们就向有关的行政机关 发出了检查建议 收到我们的建议的第二天 行政机关就联合执法 对我们案件办理中 发现的一些违法的点 现场进行了查处 针对未在显著位置设置 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 部分学校周边100米内 有香烟销售点这三个问题 6月20号 海淀区检察院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区烟草专卖局 区卫生健康委 对校园周边商户的烟草售卖情况 进行了检查 昨天北京互联网法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 进行了在线智慧诉讼服务中心的 启动仪式 2019年6月27号 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 在线智慧诉讼服务中心新闻发布会 进行了在线智慧诉讼服务中心的 启动仪式 并同时进行AI虚拟法官导诉 北京互联网法院移动微法院 微淘账号等多项互联网审判 创新内容的展示 据了解 此次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 AI虚拟法官移动微法院微淘账号 是为了让司法温情 触手可及 努力满足公众多元司法需求 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前不久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授予计划 与ACG国际艺术教育集团 共同开展 大爱友谊 圆梦行动 通过艺麦资助欠发达地区的孤儿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 此次活动秉承用教育传播真爱的理念 感召众多有公益梦想的青年艺术家 无偿捐赠优秀的艺术作品 将艺术作品转化为社会价值 号召各界机构爱心人士参与作品义卖 用艺术的情怀为慈善献出爱的力量 来到活动现场的小女孩叫任力春 住在河北省邢台市威县 上小学一年级 在她的童年故事里 父亲发生车祸后母亲改嫁 接受好的教育似乎是她唯一的希望 她说她的梦想是长大后当一名医生 治好爸爸的病 我觉得这些孩子们 他们会度过这样艰难的时期 他们的未来一样可以光明 可以更美好 本次《大爱有意》圆梦行动 帮助了100位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的贫困学生 帮助孩子们改善家庭状况 促进孩子们的视野开阔和心灵成长 此次公益展所筹得的善款 也将全部用于授予计划 资助欠发达地区的孤儿 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12 热线12直播继续 626国际禁毒日期间 我们特别策划的荣媒体短视频节目 秘密已经与广大网友们见面了 缉毒警戒毒人员等化身机密人 为您揭开毒品的秘密 你是一个卧底警察 但又能夹一个很黑暗的 细节的女生 彼此吸毒 不知不知道你吸的是毒品 不知道是毒品 也不知道你是违法 他为什么选择的是你 我负责的 有人给你送钱 你们已经被发问 无路可遭 以及实案自射 秘密开播之后 单条视频播放量达到了773万 而在626国际禁毒日期间 我们发布了75条微视频 全网播放总量累计超过5000万 再次向禁毒一线的民警 以及所有参与禁毒工作的人员致敬 下面来看各地的禁毒情况 前不久 宁夏西级警方成功侦破了一几 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 查获毒品供计11.588公斤 而这个团伙的制毒窝点 竟然就设在了公安局的旁边 2018年5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雇原市 西级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接到反馈称 西级级的戴某 有制造毒品的重大嫌疑 嫌疑人有制毒前科 2018年5月的时候 我们接到就是 咱们相关部网 反馈 这个社团前科人员 就咱们四个嫌疑人 从网上购买了大量的 一制毒化学品 还有制毒工具 经过侦查 民警发现 犯罪嫌疑人戴某 行迹诡异 不跟外人交流 也很少接打电话 戴某还于2017年8月份 在西级县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显示主要生产洗衣液和化妆品 然而民警调查发现 戴某曾收到大量快递包裹 购买的物品均为制毒工具 通过我们会计调查 初期购买的是点红铃 还有那个加热套 磁力搅拌器 这都是一些制毒的必备品 随即 专案组对戴某成立的这家公司 展开了调查 他这个公司写的住址 就在咱们和化葱 但是咱们和化葱里面 确实没有这个相应的公司 后期我们就对他这个和化葱 这个点就是进行了摸牌 因为他父亲家就在和化葱 戴某父亲家 位于西级县公安局 偏西100米处 独门独院 专案组民警摸牌发现 戴某父亲家 整个房屋的左侧窗户 都被塑料紧紧包住 周围还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侦察员初不确定 这里就是戴某的制毒窝点 因为他生产这个东西 生产出来的气体相当刺激 所以那个意味比较隆重 它的肺液 基本上就到到 他家这个生产制毒窝点的前方 看起来那个土壤的颜色 跟那个土壤 跟周围的其他土壤明显不同 所以我们初步断定 它的制毒窝点 就位于这个地方 由于制毒窝点 位于农村居民区 为了避免惊动犯罪嫌疑人 保障周边居民安全 专案组决定 先摸清犯罪嫌疑人的作息规律 掌握制毒证据 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抓捕 后期我们观察发现 嫌疑人生活相当规律 他每天早上基本上是7点总是起床 然后早上就开始生产 每天生产10分钟左右都会出来透气 他是早上一般生产到11点左右 就会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到下午2点多 他也会总是开始生产 因为他家这一块就只有是个独门独院 他打的幌子是他生产习业 他家里人问他在干什么 他说他是做习业的 2018年11月 专案组得到情报 犯罪嫌疑人戴某已经到天津联系了买家 并回到宁夏开始紧密生产准备出货 12月1号是返回 再次返回这儿 他在家中又订购了硫酸之类的制毒物品 开始从事大量的生产 2019年2月 专案组民警发现 戴某怀抱洗衣业纸箱出了家门 经过多次换车 来到一家物流公司 准备通过物流将毒品发往天津 我们后期跟进去之后 对这个香草也就是进行了拍照 他的那个收获人 写的也是别人的名字 但是他预留的电话是自己的 然后嫌疑人就是第二天 然后就到天津了 天津折服了相当于一段时间 因为他天津也抓过两次 2019年3月4号 犯罪嫌疑人来到天津市北城区某饭店 准备取货 却没有直接将货物取走 而是在附近来回观察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确认安全后才进行取货 但还是被警方当场抓获 在附近的情况下 也没有人不信心 但这些人不信心 我一切都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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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项是不是保存完成的 你取过来就这样的 对对对吧 没有人碰吧 没有没有 现在也听着 一发对这个项子进行检查 全程在这看着 听明白了吗 好 数一下用袋的 二四六八十十袋 洗手一袋是别的 可能是漏了对吧 是十吗 假的也不十 对吧 是十袋是吧 一边还有一个洗手包 与此同时 西极县公安局 也对位于极强镇 河瓦村的制毒窝点 展开了清窖 面积约十平方米的制毒窝点 就如同一个化学实验室 犯罪行人床头摆放着 各类化工书籍二十余本 各种制毒器具 共计三十多件 有大陆就开了清窖 就发现 其他的原料 基本上都用的 像这个齐名就是 针锋棒 刺激救败器 有些漏斗 手臂 玻璃棒 它就用的 还有这个温度机 拜托约赐 最后咱们 扣回来 做送件 这个公司 其间无比可 这里面又还有 甲基部门成分 至此 宁夏雇原市西极县警方 在天津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成功侦破了这起 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 查获含有 甲基本炳胺成分的 精状体和液状体毒品 共计11.588公斤 目前 戴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制造 运输贩卖毒品罪 被西极县公安局 依法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近年来 一些贩毒人员 为了逃避打击 企图通过快递的方式 来运送毒品 日前 云南宝山边境管理支队 就成功截获了一批 藏毒的包裹 近日 一辆昆明牌照的 快递物流车 刚刚驶入云南宝山边境管理支队 盲延边境检查站执勤现场 执勤民警便立即对该车 进行重点检查 我们执队情报研判中心的 给我们的消息 就是说是 有一个大宗毒品 最近会利用物流快递的方式 然后从瑞丽这边进入内地 由于该物流车内的货物比较杂 执勤民警 首先利用MT大型车辆检查系统 确定该车散货位置后 便将车上部分可疑包裹 进行卸车检查 根据研判信息 筛选出七八件 比较可疑的货物 最后 民警利用X光机 对每一件货物进行仔细筛查 当时是发现里面有两种货 都是食物 一个是麻辣干巴 还有一个就是茶叶 拆开之后 就发现里面 确实包裹着毒品可疑物 此案共截获 由牛干巴包裹的毒品可疑物 168条 在标有绿茶字样的袋子里 查获外用蓝色 附写纸包裹的毒品可疑物 130包 总重约11.15公斤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前不久 湖南衡阳一男子 酒驾遇到交警检查时 竟然纵身跳入了池塘 画面显示 男子李某站在池塘中间不肯上岸 并不停地喝池塘中的水 在池塘僵持20分钟后 李某慢慢游到岸边 还试图拖延测试时间 不愿上来 随后民警趁其不备 一把将李某拉上了岸 并带到执法典进行酒精检测 经现场检测 李某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 达到26毫克属银酒驾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李某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 罚款1000元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前几天 三岁男童豆豆 手指被卡在一个罗帽中 十几个小时 很有可能会导致截肢 消防人员果断采取了救援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